周玉寇 嗆新闻 所以你是双中 你是两个职位 中职位 我们中常委就是要 有兼中职位 我问你啊 那在前天晚上 是不是就有人打电话 叫你一定要去开中职位 没有 骗我 真的啊 那你是自动自发一定要去 不是啊 就是每次开中职位 开会的时间我都很准时 我都六点多 没有没有 一定要去吗 我跟你保证没有 好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我们在线上 这个郑保卿委员是 这个没有反对的 这个中职位 中职位总共昨天出席的是 三十几个人啊 对 三十七还是三十八 三十九 我们是三十九个 你们三十九个人 全部出席了吗 大概只有几个没有出席 大部分都 那昨天到底是几比几呢 林俊宪委员在线上 没有人 没有人 有反对啊 俊宪 昨天晚上你有跟赖清德院长 见到面吗 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 通电话 那个声音不太清楚 我问你 他有没有跟你说 林俊宪 你这个子弟兵 帮我这个 保护我的这个 不要延长延期 这件事情不利 有没有骂你 不是他很清楚 这个 在人数上 有很大的差别 鼓掌难民 在民进党中职会 从来没有表决过 我印象中 从来没有表决过 但是我们都是 各自可以发表赞成反对的意见 好 昨天进行了两个小时 一开始是谁提的案子 要这个延长到 就是初选战 要延缓 这是谁提的案子 当场发言是 就是陈明文有这样的意思 第一个发难的是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也有表达 然后陈菊中常委 他也说 是不是再多一点的 解调时间 是陈菊提案的吧 对不对 是陈菊提的一个临时动议案 我们想知道过程 陈菊提临时动议案 没有 他们没有提案 他们都是表达意见 我们都是表达意见 就是那个协调小组 报告结束之后 陈菊说站起来 陈菊先发难嘛 对不对 先说 陈菊是报告协调小组的 协调经过 然后呢 然后陈明文委员就发言 昨天发言赞成的好像 有谁 还有王定宇委员 陈庭飞委员 在现场 对 那我和一位 陈茂松终止我们是反对 然后主席就说中场 中场休息 然后大家再讨论一下 赞成的只有陈明文 王定宇跟陈庭飞啊 不是不是 他们是有发言的 昨天我们民进党没有表 是有发言说 其他人都没发言 其他人是没有发言 然后主席就是休息 像我们保津委员他 保津委员他 他那时候也没有 一开始好像也没法的意见 怎么样 你有发言吗 我发言是讲说 因为陈吉蒋 陈吉蒋我很感动 陈吉蒋 陈吉蒋 他说我们建党到现在 我们一路走来 都是坚定为台湾的利益 为台湾的价值在努力 那现在民进党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大家是不是可以再给协商小组 再一点时间 让他们能够有比较长时间协商 当然陈吉蒋很感动 那后来因为 大家像我们的这个进宪很认真 他讲说这个会伤害到党的形象 那也有人就认为说是这个 到底要让民进党就马上分裂 比较严重 还是说大家给点时间 让西洋小组有机会协商 那后来在这个 我看到报纸都我讲的话都讲出都登了 其实我在那边我就讲说是 在这种情况 我听到陈吉蒋讲 我自己也想掉眼泪 所以我就讲说 是不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怎样为党找到最好的利益 所以请主席休息 大家来协商 所以当然协商的时候 我们就说需要兼顾双方的利益 兼顾到民进党的形象 更重要是能够让整个 出闲的流程能够顺畅 听说你们因为没有人敢 给这个猫挂铃当 所以这个提案很多人都躲起来 然后由这个主持人来提提案 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当初是因为主席 主席是讲说 这个后来就是他们去协商 这是协商的结果 协商结果就是由 那个组织部提出一个方向 当然这个我相信是他们协商的结果 我是没有参加协商 你们在休息 所以昨天 郡县有参加协商 郡县你有参加协商 郡县在协商过程里面 这个有谈到什么时候真的做民调 然后手机民调要不要加进去 以及到底是对比还是互比吗 都没有谈 没有谈手机民调 他昨天只谈时间 时间到底什么时候吗 那5月22号以后 要不要再延一个月 昨天晚上很多人跟我说 叫我来问问看你们民进党 是不是一直要延到明年1月11号 因为原本他们准备的提案 曾经委员准备的提案 是要延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产生 然后呢 这个我不能接受了 我说你这样 因为国民党哪一天要产生也不知道 那你这样等于一个没有时间的延长 那后来秘书处 罗文家也反对 他说这样党没有办法对外说明 那大家改到什么时候 罗文家秘书长才提出 不然我们就等于迅速颠倒 先跑立委的提名作业 所以5月22号是这样来的 很多人问说 哪有5月22号 谁让他照出来 5月22号是民进党的立委 立委提名完毕 公告 公告 好了 那意思是说5月22号以后还可以再延 殷系如果发现自己的民调没有起来 他可以再 陈敏文可以再提案 那谁相信你们 你们民进党还要被人家相信吗 你们已经改了两次了 你们民进党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党 但讲改两次是对民党不公道的 你们是改两次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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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流程第一次改只是协商时间延长 并没有延长所有的流程都没有 只是说把协商的时间加长而已 其他都没有加长 其他的那个都照顺序下去 那所以民调什么都延后啊 公告时间也从17号没有24号啊 那个只是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 那个整个过程里面就是 其实我现在讲说市民党的党中央 跟我们说宗志伟误判刑事 因为当初的时候以为是只有一个嫌 所以就把所有的所有的那个 林俊宪英系的人就说 是因为你们赖清德突袭骗人 害得我们当时只是假期争作 当时呢 结果你们民进党这一次形象受很大的伤害 第一就是原来你们为小英 这个梁胜定做了一个假的初选 然后呢 等到人家真的有人来了之后 你们就开始改变初选的流程 而且本来就是改变游戏规则 还用这个 还用不停止初选机制 不改变原有年值来自欺欺人 讲说这个做假的流程是不公道了 因为因为其实政治 对我知道嘛 我们我现在讲说 我们是要我们是要被骂一次 还是讲说 你们2020年垮台了 到现在这个趋势 你们立委选举都要死了 昨天不处理也是垮台了 我现在跟你讲 那现在垮得更凶了 不会啦 我现在讲说 大家知道说 我们还是照着流程在走 我现在讲说 其实都不是做什么假的流程 都不是 因为当初大家认为是一个人选 所以赶快时间收短 我不是 我是小英总统的支持者 我个人 因为她是女性总统 可是这次初选 我对于这个英系的处理的方式 我觉得很遗憾 把民主全部都破坏 不是这个没有 第一破坏民主 第一就是你们初选机制 当时的设计就已经非常草率 粗糙 你们这个党有问题 当时这个党 这个是我们承认 当初我们误判形式 第二延缓一次 又延缓两次 那我请问你吗 到5月22号以后再延缓怎么办 林俊宪会不会再延缓 我跟林俊宪都可以告诉你说 绝对不会 我希望不要再被延缓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控制 你看俊宪就没有办法讲 俊宪就觉得 再延缓的话 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坚持 你们再延缓 你们这个政党就结束 打包了 我跟俊宪都会全力捍卫 你放心 俊宪 俊宪 我们两个会全力捍卫 对不对 绝对不会再让他延 但是就是说 在宗宪会上 民进党是共识学 多数学 那我们也只能服从 不过民进党没有办法 说服为什么要延长 这个党要赶快来做这个事情 你就是说 那你必须要赶快公告新的时程 公告 所以你们新的时程是什么时候 五月二十二号以后可以直到明年一月十一号吗 你们没有说 你下周就要赶快公告 什么时候之前 其实你们 刚保健委员讲的 你那个协调时程拉长 那现在协调是哪一天 那今天到哪一天 民进党公告的日期很清楚 你们昨天有没有 你们昨天协调时候 有没有协调说 他们一出书是说 他们是讲二十二号一个礼拜要完成是不是 你们我记得 对对对对 二十二号到几号啦 什么时候到 二十二号到二十二九号 确定啊 我怕之前确定 再赞言呢 是不是 你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谈到这个事情 我看到报告有这个啊 是不是 他报告是说 大概 那个立委提名座委完以后一周内 要完成是吧 对对对 一周内要完成 完成对 如果殷习有提案说 啊没啦我们民调现在还是落后不可以 我不敢说没有这样 你看人家黎俊宪都不敢 谁相信你们民进党啊 应该不会 不是 我希望不会 不是现在 因为昨天 来 没关系 保镇兄弟说 没有啦我跟你说 当初当初比书 那个 中央当初比书党也有报告啦 说现在来讲 民调没有问题 但是中间的所有的要辩论 或者是要电视转播 那个是有问题的 那是来不及的 22号到29号之间 一定要做完民调是吧 对对对对 那现在中间就要把这些流程 那总统要不要参加 参加电视证件辩论 这个当然他们两个要谈 要证件会到底什么形式 要请多少人发问 本来陈明文想说要用 国民党总统的候选人出来 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如果不小心4月18号就出来了 那不是很好笑吗 那如果出来以后 就可以做对比式民调 我们接下来等一下进一段 广告讨论的是 对按照你们党的规定 对手不明显叫互比 那英系就不敢用互比 对不对 那到底赖清德接不接受对比 那这一点等一下请教林俊宪委员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 连我都不想投民进党 好我这个我先声明啊 我支持蔡英文总统 这个总统任内的很多的政绩 可是这一次的初选 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蔡总统啊蔡总统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那些政治幕僚 干了什么好事 第一初选的时候呢 兵不厌诈 大义是荆州 没有想到你可能有个挑战者 所以呢你说你的设计 对你们不利 不利呢就来延缓 第一次延缓延八天 然后接下来就要延到 五月二十几号 结果这个提案的人 又叫做陈明文 我对陈明文个人没有意见 陈明文是国民党叛逃来的 所以民进党 昨天晚上很多的朋友 打电话跟我说 或是赖跟我说 国民党要垮在一个 从国民 民进党要垮在一个 从国民党叛逃到 民进党来的人的手上 我请教两位委员 你们民进党 昨天晚上的网络批判 就是民进党亡了 现在我们要把事实 还原真相 其实昨天也不是陈明文提案 陈菊提案陈明文主张 附和那不是陈明文 这个私下 那也不能讲是他提案的 这个案子陈菊跟陈明文 负历史责任 是不是这样 俊宪 是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零属名单 但我知道他有提案 那陈菊是报告 宪党小组的协调过程 历史罪人 就是陈菊 明年的1月11号开票出来 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只剩25席的时候 就抓战犯了 好啦 怎么善后 郑委员 这个历史是长时间的 一时的 选民是记忆鲜明的 但是没有问题 我现在讲说 民进党现在就必须要 按照现在既定的时程 实在讲 当初的设计是我们误判 误判就是我们认为 只有一个人 所以真的实在讲 中央导部总体特别报告说 真的是来不及 误判就是一个笨蛋吗 这种人还继续用 不是笨蛋 是整个党 我们要共同承担 所以昨天我们在做结议的时候 所有的我们是一起承担 我们大家一起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实在讲 我们当初也不知道说 会造成这种后面的后果 而且来不及办所有的活动 你看我们连立委 县市长都要两个月才会产生 候选人 怎么可能一个这么大的总统 不要一个月就产生 所以当初的设计就讲说 因为没有人登记 如果当初有这个登记 早就送到大会去做 把这种 那当初就应该设计 不要有人登记啊 就连任者优先啊 那个 这个 这个我查一下资料啊 民进党过去的总统提名都差不多在3月4月 从开始选以来一直都是这个时间点 最早的是2015年 就是因为要准备2016 那是1月 1月就登记就提名了 最早的到1月 一般都在3月4月 我跟你讲了 俊宪 你们民进党委员说不清楚了 中间选民啊 跟这个潜绿选民 昨天晚上都笑死了啦 觉得你们民进党干脆打包好了 所以我并不认为说 说这个要 制度不能去预测说几个人来选 对呀 哪有这种 这个政党还是执政党 那将来共产党来打我们 你怎么预估啊 就是说因为当时竞选政见 昨天在主席竞选的时候 他的政见就是 总统和立委都没有现任保障 他讲得很清楚 对呀 那是昨天的政见 所以那他是接小英辞教的党主席 那他所主席也很清楚 他作为重要的任务 就是办理总统和立委的提名 所以他的竞选政见里面 就特别讲 他只好公平公正 然后他说总统和立委 都没有现任保障 对呀 你们真的被国民党笑死 将来不管是谁出现 那被笑死的这个情况之下 到5月22号每天大家都说 哎呀会不会再延啊 会不会再延啊 那你们政党 你们的立法委员选举 还能保几席啊 我是在替你们觉得很可悲 现在到底要不要应赖配啊 俊宪 不可能啦 其实我昨天反对理由是说 其实两位参选人都表达很清楚 那金德已经表达他参选到底嘛 然后蔡英文也是嘛 那协调小组的任务是做论滑记啊 希望促成参选人 他们有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就往初选的下一个阶段走嘛 你看我们还有14个选区的立委要进行 就是这种状况嘛 就是协调是没有结果 那没有关系 党有机制 我们就往下一个阶段走 那就是电视辩论 那就是民调嘛 所以你突然间提案要延长 我当然是不赞成啦 不过我党子多数都这么认为 大家都这么协商的话 我认为可能要跟 又像保金兄讲的 民进党这个不能再改了 你们昨天是有陈明文版本 有陈明文的中指委联署提案版本 对不对 然后有中央党部版本 对不对 那陈明文的版本是要延到 国民党的候选人出来做对比式民调 对不对 那你们中央党部是昨天公布的版本 那中央党部公布的版本的 民调方式是怎么做 对比还是后比 我昨天在开会的时候 我有特别提这一点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民调 我都没意见 但是按照党的规定 党的规定 就是对方没有候选人的时候 是做互比吗 对不对 就是党的民调办法来 那党的民调办法 如果五月二十 五月底我们做民调的时候 我们党还没有候选人 那就他们两个参选人 如果他们没有候选人 但是他们有那个 民调办法来做 他们没有候选人 但是他们可能有 隐隐然的候选人的话呢 你们那 赖清德现在 现在的这个问题 就是出在英系的人 这个曾经跟大家讨论 要做对比式民调 他不肯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他要求互比式民调 如果是互比式民调的话 五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就 按照目前的民调趋势 蔡英文总统要赢过 赖清德还是很困难 那所以 不一定了 就是大家公平来竞争 就是大家 你们认为现在是公平的吗 现在游戏规则改成这样 民进党还有公平的公信力吗 现在到现在只没有改 只有改时间 没有改游戏规则 我们游戏规则来照走 所以 未来是不是要用对比来互比 第一个就是要照 刚进去讲的对 就是我们有制度 好 如果说当然他有例外 就是两个候选人 如果同意的话 他们要改互比改对比也可以 好 我先讲一下 昨天的中职会的备忘录 陈局开场说 初选不能照这样走下去 陈明文接棒 表示初选应该要 延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出来 陈其迈王帝宇 广毕林他们赞成 林俊宪陈茂松反对 卓主席宣布休息 辟事协商 卓榮泰 罗文嘉 陈局 柯建民 陈明文 陈其迈 林俊宪参加 然后这个你们双方谈 俊宪你可以证明是这样子 对不对 整个流程发展 当然有一些细节 他写这个 是很概要性的 没关系你说 你中间有跟赖清德院长联系吗 没有 他事前有授权你做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 他的立场 他是直接跟 直接跟那个 党主席表达 他已经跟党主席表达过了 对对 我说你开会前 我说你应该直接 开会前有吗 有 有 表达 OK 那天的表达是说 他 尊重 反对 那个更动时间 反对更动 OK 好 谢谢 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还要探讨了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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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